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一年一度返国举办的年会 在台北原山饭店盛大开幕 全球各大洲商会总会长 干部与眷属们超过千人 不远千里而来共襄胜举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出席典礼 第22届总会长李耀雄 首先代表全体台商 向总统和在场所有与会贵宾致意 耀雄仅在此代表本会全体会员 向总统致上最高的谢意与敬意 我们为台湾的经济 将优先的推动五大创新产业的研究计划 并且是新南向政策 这些政策都和我们世界台湾的事业发展 息息相关 总统不久前很故意台商回来一起打拼 并承诺会鼓励及协着台商 全球顾及 由于大家对于政策内容容不甚了解 本会会响应总统的号召 特别邀请国华会的巩固职位明星 在年会中以新南向政策及五大创新研发计划 做专题的演讲 让我们的会员对上市的政策 实质的内容能有更多的了绝 变配 蔡英文总统肯定世界台商会多年来为国家的贡献与付出 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商会员能够有这么大的向心力 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四种历届总会长领导干部的努力经营之下 无论是在会员的联系 商务的资源 或者是回馈社会等等工作 世界总会以及各地的台湾商会 都做出了很显著的成绩 受到国内外各界的肯定和信赖 这几年 四种陆续组团访问华府 东协跟欧盟 游说各国跟台湾签订ECA 支持台湾加入TPP以及RCEP 并拜会商务部门和当地主流商会 各位台商先进 以实际的行动 加快台湾参与全球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至上谢意 谢谢大家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也以日不落 形容台商朋友在全世界各地打拼 为国家争取能见度 每年的年会更返国开会 凸显团结向行力 我在这边实际上强调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台商是我们台湾国力的延伸 台商让台湾在全世界变成日不落国 对不对 只要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就由我们台商在打拼 在混斗 在努力 各位台商先进朋友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人生很重要的一个 努力创造奋斗成功的故事 每一个台商朋友都是一个故事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对于我们在座所有的台商朋友 我们也非常的钦佩 也非常的感谢 尤其是我们台商朋友 最支持政府 最爱台湾 最支持中华民国 世界台商年度盛世 开幕典礼温馨隆重 全体台商除了把握机会 互相交流 也一起进修充电 增进对政府政策的了解 协助国家在世界经贸舞台 展现实力 台湾宏观电视 陈林文中建刚台北采访报等